这个女人无论走到哪 都是全场的焦点 不仅是因为她娇好的面容 凹凸有致的身材 更因为她是个大富婆 刚继承上一英镑的遗产 只要她愿意 她可以买下整个国家 而让她这么愤怒的不是别人 正是阴魂不散的好闺蜜露斯 上个月两人还亲密无间 露斯炫耀般地跟她说 自己遇到真命天子 还跟那名男生火速订婚 让她给未婚夫安排一个职位 林娜害怕闺蜜被骗 犹豫不绝时 露斯未婚夫出现 林娜一下就看呆了 很快就硬下 还邀请西蒙到舞池共舞 没曾想 一眼万年 两人眼神缠绵仿佛都能拉丝 白衣旁的露斯整尴尬了 看着舞会上他们亲密无间的动作 心中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 才认识一个月 林娜和西蒙就火速闪婚了 有钱就是任性 抢走闺蜜的男人 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 还邀请众多亲朋好友庆祝 可甜蜜浪漫的婚礼现场 露斯却身穿一身红裙出现 没有别的意思 纯粹是想恶行下这对狗男女 他成功了 这一波操作 直接让林娜决定 要和西蒙去埃及度蜜月 碰巧大侦探波罗刚结束 东方快车谋杀的案子 也来参加二人的婚礼 林娜拜托波罗 让他劝劝露斯 不要再纠缠两人 可波罗不这么想 露斯除了在他们面前晃悠 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更何况 林娜可不管这么多 难道优秀还有错了吗 他了解露斯 就算现在他没做什么 迟早他会采取行动的 看着林娜认真的表情 波罗有点担心 找到露斯想劝他早点放手 西蒙是个渣男 不值得他留恋 可对方坚信 他还爱着自己 只需要一点惊喜提醒他 看来露斯确实对林娜有威胁 波罗找到他们 劝两人的蜜月之旅先缓一缓 赶紧回家避避 可他们不听 埃及这么大 露斯怎么会知道两人的行踪 包下一艘豪华游轮 只邀请关系较好的朋友 同去即可 当然还包括大侦探波罗 众人在游轮上开派对 看似其乐融融 实则背后暗流涌动 新婚夫妇为寻求刺激 居然想在古迹底下 留下两人的专属痕迹 突然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 有惊无险 他们都没有受伤 但这引起同行大侦探波罗的注意 经过一番搜查 可以推断出 是有人故意推下去的 众人赶忙回到游艇 却发现 丈夫的前女友露丝出现在这里 刚刚差点被石头砸死 现在又看到她在船上 琳娜不由地猜测 就是露丝想谋杀他们 在丈夫西蒙的一番劝说下 琳娜冷静下来后 决定明天就回家 在餐班内 他们当着露丝的面秀恩爱 这让她的脸都绿了 琳娜不但对自己抢了她的男人 没有丝毫愧疚 反而理直气壮地说 是西蒙被她吸引 为何不放手成全 说吧 就上楼准备休息 而西蒙也上来补刀 露丝几个月来的跟踪骚扰 把曾经的情分消磨得一干二净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露丝开枪射向西蒙 所有人都惊呆了 黑妹赶紧踢走露丝的枪 西蒙捂着腿 看起来很痛苦 一人赶紧去叫医生 一人把受惊的露丝 搀扶到护士那 医生检查过后 确认是骨头碎了 几乎船上所有人都被惊动 大家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 女仆给林奈送早餐 发现她已经死在床上 太阳穴位置一个枪洞 医生初步判定 死亡时间在凌晨12点至2点间 西蒙看到爱人死去 跪在床边痛哭流涕 林奈被谋杀 船上所有人都有嫌疑 侦探波罗第一时间怀疑 是露丝干的 她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和工具 但昨晚因为受惊 护士整夜都陪着她 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但她的手枪神秘消失 波罗推断 那把枪就是作案工具 而消灭证据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丢进河里 她吩咐船长派人捕捞 然后开始盘问嫌疑人 首先是第一发现者 林奈的女仆 西蒙透露道 女仆有作案动机 林奈搅黄了她的婚约 想让她一辈子服侍自己 可女仆不承认 就算她有贼心 但她没有作案工具 就在这时 其他人发现林奈丢失一条 价值上亿的项链 只有凶手会偷东西 波罗下令搜查所有人行李 与此同时 捕捞队的人找到枪支 果然是被丢进河里 众人猜测 是用不充当消音器 昨晚才没人听到枪响 原以为破案会顺利展开 没想到 当晚就发现 女仆被人杀害丢进水仓里 身上还写有大量现金 她是被人割喉致死 能造成这么锋利的伤口 只有医生用的手术刀 众人将矛头指向医生 她是林奈的前男友 说不定因爱生恨才痛下杀手 众人扭打在一起 波罗老友不客却有话要说 原来 那条项链是她拿走的 她才是第一发现者 而女仆被杀害的时候 她正好目睹全过程 现在她是来坦白一切的 千亿女傅豪包下游挺度蜜月 原以为是一路狂欢派对 没想到第二天被暗杀 船上所有人都有嫌疑 好友阿三替她管理上百亿家产 却被侦探波罗查到 她挪用两亿公款 但林奈早已知晓且点头默认 杀掉她的话 这么肥美的差事 哪轮得到自己 前男友有情杀的嫌疑 可她是一名医生 救死扶伤是她的信仰 况且她还是一名贵族 不缺钱还有大好前程 难道是林奈的教母 她是林奈遗产的主要受益人 但她一把年纪了 本身已经很富有 再有钱也花不到哪去 此时 大侦探波罗的好友不可 却找到她 准备坦白一切 但关键时刻被人抱头 波罗赶紧追上去 最后只看到地上一把枪 凶手却消失在 所有人的视线里 好友的死 让波罗头脑更加清晰了 将所有人叫到房间内 此时 她的内心已有答案 把所有门窗封锁好 凶手绝无再逃的可能性 所有的线索 要从衣服油画说起 本来不可穿的是红衣服 可她母亲画的却是绿衣服 因为红颜料被人偷了 偷颜料的人 正是林奈老公西蒙 她曾大声呵斥女仆 弄丢红指甲油 没了指甲油才去偷颜料 为的就是假装受伤重担 趁没人注意 跑上去杀了林奈 然后回到餐吧 给自己腿来了一枪 用布和丝巾包住枪 丢进河里 为了让路斯摆脱嫌疑 西蒙还特地嘱咐 为她做不在场证明 没错 这两人根本没有闹掰 路斯负责在暗处 解决其他有威胁的人 包括女仆 包括目睹女仆被杀得不可 而波罗之所以这么笃定 是因为那条五伤口的布 被水冲刷后 呈现的是淡粉色 而真正的血液 冲刷后呈现的是暗褐色 见此 两人也不再隐藏 是的 从路斯给林奈介绍西蒙那一刻起 计划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 从一开始就盯上林奈巨额财富的谋杀 现在计划败露 与其垂死挣扎 不如一起做一对亡命怨鸯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